各位 大家好 我是黑魁仁宝洁 蔡英文上台之后 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现在只剩下13个邦交国 可是这个情况 国人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要跟中国去竞争 中国现在跟你搞金钱外交 我们为了要拉拢 像洪杜拉斯这样的国家 我们要花几百亿 几十亿 这可能觉得说那不算了 那这种国家不要也罢 可是我们不解的是 如果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就代表说我们驻外的单位 是一直在缩减 在驻外的缩减工程里面 妙的是什么 当我们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撞下 那我们外交的预算 是一年比一年高 我们不但是外交预算 一年比一年高 我们的侨委会 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 台湾居然还有一个侨委会 台湾这个侨委会 现在的预算 也是一年一年的一个增加 那大家不懂是 侨委会到底干嘛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 侨委会的钱花在哪里 花在坐飞机 花在哪里 坐豪华头等舱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现在 侨委委的副事务委员 阮昭雄 他就非常的二百五 秀了他这个登基证 登基证干嘛 原来他都当头等舱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官员出国 是可以搭头等舱的 那当然讲 他是被升等的 我们要问 他是唯一的一个吗 他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升升等舱吗 也就是当讲说 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好 我们现在的状况不佳 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 难道这个所谓的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我们的官员 还过着太平岁月吗 还过着一个非常奢华的日子吗 也难怪说 在政党伦地过这边 或者说大家拼命要掌握权力 因为权力真的太甜美了 当你当官之后 你享受的福利 享受的待遇 那不是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 可以想象得到的 好 我们今天请到前面 云队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泽宗 宋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 多长母子家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施日平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李贵敏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双州的总组员李国珍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旅游专家李旭悦 大家好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 我觉得最好笑的新闻是什么 阮昭雄 刚从议员下来 就当了小委会副主席 当了小委会副主席以后 他上飞机 他去巴西圣保罗出差 圣保罗出差以后 就PO了一张 这个所谓的登记卡 做头等舱 后来大家觉得不对劲 他把它散掉了 后来我一朋友讲说 他完了 他揭穿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我要讲的是说 今天我们的政府官员 或者今天巧委会 你要飞这么远的地域 他是全中华民国 第一个搭头等舱的官员吗 更不是 就代表大家本来偷偷摸摸的 我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 我本来在出国 我可以带头等舱 你一搞 那以后大家怎么火啊 宝姐 事上这次阮昭雄 我们巧一位副主委 他要出国的时候 他要到这个圣保罗出差的时候 他搭这个阿联酋航空公司 照理说是很正常的出差 就变成他要在登记的前一刻 他PO出了这张照片 要秀说 你看 我做了阿联酋航空公司的 你看大家仔细一看这个舱的 first class 头等舱的这个位置 哇 于是大家哗然 哗然之后他可能也觉得说 这样好像不妥 为什么 因为他把 你那就是说 难道他会是第一个吗 可能过去的很多官员 也都想说这样待遇 那你现在把他PO出来 大家就会说 你看以前的官员就是这样 于是他赶快 赶快在这个慌忙之下 把这个照片就下架了 不是我才讲说 原来巧伟会是这么好的代位 原来巧伟会是每天这样的飞来飞去 你好像当官跟度假一样 而且我们就讲难怪 我们现在台湾不是 邦交国越来越少吗 这个从原本的22个 在蔡英文的时代 从22个降到现在只有13个 走了9个 就不像我们外交部的这个预算 节节上升 我们巧伟会的预算还是增加 那为什么这样 邦交国越少 对 外交部的预算越多 对 那我就指引说 难道就是支付这些官员 他们出战要做头等舱 这样的状况吗 好 那为什么 而且巧伟会是年年增加 对 那为什么大家会质疑 因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阿联酋 一般的经济舱的话 是十万左右 那如果到这个圣保楼的话 这个阿联酋的商舱 大概是二十多万 但是你如果到头等舱的话 是三十几万起跳 三十几万起跳 大家看到这个阿联酋航空公司的头等舱 我是没做过 我都看了 我都很想做 很奢华吗 很奢华 保洁 那他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包厢 不说 个人包厢 那我们光是讲 为他代言过了很多明星 像珍妮佛安尼斯顿 梅西 希罗 什么都帮他代言过 虽然光是代言的明星 就是闪亮亮的这个组合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阿联酋航空公司 大家都知道 哇 你做头等舱 大家完全都花懒 因为花懒 我们这个徐家庆 就开始突然帮他打原厂 说没有没有没有 主要是这样 我们其实也不是 真的让他做头等舱 我们是做经济舱 加上商务舱 那只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我们去化位的时候 他位置已经卖给别人 那卖给别人的话 他们可能 哪有这么巧 阿联酋自知理亏的话 就把他升等了一个状况 好 那我觉得 有可能是什么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 阿联酋航空公司 毕竟他是个航空公司 他也知道说 这些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来说 你是官嘛 我要跟官和善嘛 所以他帮你升等嘛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 这告诉你一件事 当官真的非常好 也就是当官 你有很多预算可以花 尤其是这些预算来说 节节上升 这样一个情形 我可以搭头等舱出国 真的是我也很羡慕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天下大乱 其实是大好 虽然我现在刚刚讲的 我现在物价一直在增加 我的薪水没有增加 那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可是官没有关系 官的预算越来越多 日子越来越好过 我当然觉得 阮昭雄你不选立委去 当下桥委会副主委 划算吗 对 划算啊 对 但是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阮昭雄这个 好像你从市议员的时候 可能是很洞叉咪 到现在为止 好像换了个位置 你就秀出我 原来做了头等舱 从开始登机 所以换位置 都不一样 当然啦 我们知道说 其实A380的飞机 是全世界最奢华 尤其是阿联酋 你也知道 阿拉伯人阿联酋 一定要弄得非常的 富力堂皇嘛 所以你看 从你check in的时候 check in的时候 你就是个别的check in的柜台 让你check in 然后你走进 还不宏碳 对走进去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你看这个 你要贵宾室帮你迎接 你看走进去的时候 就是这样 直接人帮你check in啊 OK好 那你在旁边的话 在这个休息室里面 有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你要什么 这是他的贵宾室 对 你要贵宾室 什么东西都有 你在那边吃东西都可以 好那等到登机 贵宾室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登机的时候 你看走到他的这个位置 他我们与其说是位置 不如说他是这个房间 等一下 那等于说 空姐是一对一的 把你带到位置 好 到位置的时候 你看你要关门的时候 门就可以关起来 你就觉得自己在这里面 没有人会打扰你 不能打扰 你看他旁边还有个mini bar 旁边还有mini bar 对 那还有这个特殊的荧幕 荧幕是非常加大型的这个荧幕 他还有个梳妆台在那个地方 然后而且你知道 他里面的Wi-Fi任你使用 然后你要吃什么 他马上就给你来个迎宾的香槟 然后吃东西当然不用说 他是用米其林餐厅 打造了这个规格的整体 这是飞机餐 对 全部都给你 而且他的甜菜是鱼子酵 对 什么都可以给你 还给你配香槟都OK 而且他们mini bar 他们有这个A380的机商的休息室 你随时去喝酒什么都没关系 他就让你喝到吧 你随时想要喝东西 想要怎么样就全 而且他有一些小餐点 供应你的一个状况 之前希罗拍广告 好像就特别介绍这个mini bar 对 希罗没戏都是这样 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mini bar在这个地方 还有个mini bar 对 除了这个之外 宝洁你知道 如果假设你真的要睡觉的时候 OK 没问题 如果我要睡了 这个你说我要睡 不好意思 空姐会来先帮你铺床 空姐会铺床 他那专属的床垫 而且还有羊毛背 然后另外你还可以躺 新人招熊 享受这种福利 对 你就知道说 哇 真的是真的非常好 当官真的会令人羡慕 你看 就这样 有空姐帮你铺床 铺床之后你就睡在上面 人家形容说这个床 虽然真是让人非常舒适 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 如果你要机上 有时候都说要洗澡 没有问题 他们还有这个 机上的水疗的淋浴间 然后你就说 如果你要洗澡的话 我可以供给你 15分钟左右的热水澡 我在飞机上可以消耗 所以等于是 你还可以在那边 做这个热水澡 而且你知道 你所有用的备品都是知名品牌 宝格力珠宝 往你特别打造的 所以我的洗髮精 我的洗脸 我的肥皂 是宝格力的 所以你看 这是珍妮 珍妮佛安妮斯顿 帮他们拍的广告 很多明星都是帮他们拍过 非常多的广告 事实上你看 它整个空间相当相当的大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流口水 头等它的美食 你看 这就是高级鱼子酱 大家跟你说 这是来自哪里的鱼子酱 虽然他就有吃鱼子酱 然后你可以喝这个法国的这个名茶 还有阿伯的这个咖啡 还有你看 还有可以喝大膜 大膜的这个威士忌 一支至少 如果是年份高 一支至少 十万块上起跳 还有大膜的威士忌 让你享受美食之旅 所以不是只有头等舱 你还可以享受美食 美酒 各式各样奢华 难怪阮造熊高兴的 赶快秀我的头等舱 宝贤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秀给大家看 好不容易 我终于存到一点钱 我可以做这个头等舱 所以人家说 但你不是拿人民的预算 所以人家说 所以人家说 他有点算是 搞不清状况 这样PO出来 大家知道 你戳破了 这不能说的这个秘密 好 那我们就讲 不是只有这些所谓的 这个设备很奢华 你要 宝贤 那他们在这里面 你感染那个服务生 你以为他是一般的服务生 不是 他是真正专门的 8天的 还有494在那边 如果你今天要点一瓶酒 可以帮你介绍 这是很基本的 再来就是摆盘 摆盘的话 每一个空姐 这个头等舱的空姐 都是收过训练的 你怎么摆 餐具怎么摆 那些都一定要完全OK的 那包括说他们 头等舱要求的 这个服装仪容 甚至是为客人 量身服务的各式各样 你要记得你刘宝贤 你现在 你的习惯是什么 你可能过去不吃什么东西 然后你未来怎么样 我完全记得非常清楚 所以告诉你 为什么大家搭过 这个阿联酋的头等舱 就会面面不忘 因为我也很想搭看看 董事长 我去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很羡慕 我说哇 软州熊也太爽了吧 虽然可以搭到阿联酋的头等舱 那我一个朋友就问我说 你觉得他是唯一的吗 你觉得他是第一个吗 他惨了 他惨什么 他惨不是秀这个摩托尼卡 他惨什么 把大家不能说的秘密给说了 这个台湾的官员本身 在这个坐飞机 或这一类国外服务的时候 乱花钱 这个常有的事情 乱花钱常有的事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还有更离谱的事情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政党 跟这个政府 确实是非常的浪费的 猪门酒肉臭 路有动尸骨 老百姓生活很难过嘛 那你搞了这种 浮夸跟奢侈的风气出来的话 是这个跟目前社会的反应 是刚好背道而斥的嘛 有的很多更离谱的 我听到有些立法委员 大牌的 比如说有些什么 院长级的小孩 他们说他是经济舱 对 可以生个生个头等舱 一个生个生个商务舱 对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去稍微打听一下 第二个你刚刚讲的 我们的这个外交预算 一直在断交 对 然后预算为什么增加 为什么 很简单嘛 因为你断交才需要 投入更多的经费 去争取邦交国嘛 所以断交越多 所以预算要更多的 争取邦交国啊 那我们争取了什么 争取的过程 争取是过程了 结果要需要时间嘛 要持之以恒的争取 要永远在争取 对不对 那你要投入嘛 那有些情况 还有一种钱 要公关费 他有的时候公关费是什么 他办手礼 就是说这是属于机密预算 我们这边立法委员在 他机密预算你看不到的 比如说我听 你去审市过去 当过部次长的 干这种事情的 原来没有当部次长之前 他们连房子买不起 当部次长之后 买了一档洞洋楼 这我们稍微检释一下就知道 根本容易查得出来 他有可能带个二三十万现金 去送你 譬如说我送给刘宝洁 这是中间人 那刘宝洁现在换了 或者刘宝洁不来了 这个约会就取消了 那这个钱现在怎么办 这钱怎么办 就中保了 就中保私囊了 这种才是可怕的钱 二三十万在外交预算里面 很多吗 美金啊 我跟你讲 二三十万美金 多啊 当然不多啊 很少啦 拜多一下 我带个二十万美金 到美国 那就六百万了呀 对 到美国去建一个中间人 然后去洽谈 这个将来要建交事宜 这个部长一批 批个几十万 所以他会先定个计划 什么计划 建交目标计划 我今年准备争取五个国家 六个国家 那先跟谁谈 都跟中间人在扯啊 那扯一次就带个几十万美金去 扯一次带个几十万 但是这个东西就 就是完全就是 这个就是黑钱嘛 那去也不要 所以这个外交预算 年年升高 然后邦交国家 年年增加 这两个 他中间的 这个奥妙之处 就在于这个长久的恶习 造成政府的贪污的现实 既然我也算见多识广了 我也算走过很多地方了 我连我看到Airbus 380 然后那个阿联酋的这个投载舱 我都流口水 那是奢华之奇耶 没有错 尤其是阿联酋的A380 你要知道 空中巴士A380 全世界一半的A380 卖给阿联酋航空 他全世界最有钱 而且花最多在A380上面 而且他的A380 跟其他的不一样 其他像大航空有A380 很多都有对不对 可是对不起 阿联酋的A380 就是奢华的代表 没有最奢华 没有更奢华 只有 没有最奢华 只有更奢华 他每个里面的装修 跟大家讲 一进去 我有一次呢 有幸 好不容易呢 我坐到了商务舱 我已经觉得说 哇我此生 好像梦足矣的感觉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对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因为我要飞欧洲 到了杜拜那边 坐上了商务舱之后 我从一到那边 我一是商务舱 我那个整个的 就是 Business Class的那个 贵宾厅呢 我就已经觉得说 我觉得非常满意了 为什么 第一个 哇我连那个矿泉水 都是用玻璃瓶的哦 然后呢 里面很多的 光那个 后机的那个 贵宾厅呢 就有什么 我想睡觉 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我想按摩 有按摩躺椅的房间 也有人真能帮你按脚的 然后呢 我要吃饭 它那个puffet呢 跟五七级饭店 一样那种 大大排场的puffet 哇不想要吃puffet 没关系 要单点也可以 然后红酒白酒 任君挑选 好这是基本款 那登机之后呢 我觉得哇 刘姥姥进大官员 我坐过很多商务舱 我那次坐A380 阿联酱商务舱 觉得说 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 第一个 它所有的木饰板 全部核桃木 你有没有开过法拉利 法拉利的那个核桃木饰板 对不对 法拉利那个核桃木的把手 对不对 摸起来 view都不一样 对 没错 就是那一种核桃木 核桃木 哇那个核桃木进去 每个核桃木板呢 就是法拉利等级的 为什么是法拉利等级呢 因为阿联酋就有法拉利乐园 然后呢 他们在整个就是里面呢 进去之后 你每一个被品 就是我刚刚讲的 士忠哥讲的就是 宝格力 宝格力 然后呢 你讲我被品我舍不得用 我非常土豹值的呢 我把他包包留下来 带回家 珍藏起来 为什么 就觉得太难得了 好 耳机呢也是 非常好的用耳机音响 然后上网都无限制之外 好 那因为呢 我终于有那个机会 跟那个空姐 混得比较熟之后说 我想上去见识一下 头等舱 他们也很懂得营销 说没问题 我带你上去 因为呢 我们是经济舱 我们商务舱 不能去 他就说 因为他想说 我是潜在客户 可能有朝一日 我也会升到 就头等舱 上去跟你讲 上去那扶梯 核桃木头去上去之后 哇 我跟你讲 我此生愿望 就是我要 我一定要坐一次 进去之后 你扶手也是核桃木 完全不一样 他整个房间 核桃木面板房间 一进去都关起来之后 发现 哇 那才叫做 坐飞机享受 因为你关起来之后 你睡觉 你要横着躺 趴着躺 不会被别人看到 你的睡姿 里面的荧幕好大 而且呢 扶手很棒之外 床可以完全躺平 你想想看 能不能在飞机上面 躺平 躺平 睡那多么奢侈 刚刚讲过 最喜欢是那个爸 我那个爸呢 里面好多 好多的那些洋酒 你还可以跟他讲 我想要调酒 调酒 他也调给你 所以说呢 都免费吗 还有finger food 好多好多finger food 可以都免费自己拿 我觉得说 这才叫做 真的叫做奢侈的享受 对 而且呢 A380的 就是阿联酋的A380 又是所有航空公司 A380里面呢 内装做得最厉害的 所以真的觉得说 阿联酋的航空公司呢 真的让我觉得 真神奇 因为他们 而且我觉得最 最嚣张是 他可以在上面shower 对 因为他里面呢 还可以让你洗热水 他知道 非常突现 你一下飞机的时候 这只狼狈啊 他真的觉得浑色 好像不对劲 可是你坐在那边 完全不用感觉 shower完之后 因为你下飞机之后 shower完 那你可以穿上你的西装 外面可能有人帮你接机 而且你的那个西装呢 你怕皱对不对 还讲给航空公司空姐 他把你吊起来 所以他整个的服务 是非常非常贴心之外呢 那空姐呢 的服务 跟你讲话非常亲身序语 你请空姐帮你送咖啡 送茶对不对 他到底面前是跪下来的 是这种单膝下跪 帮你服务 就觉得说 哇那种服务的饭就出来 就觉得说自己觉得 好像人生应该要这样子的 让自己有冲动呀 想要努力达成这个愿望 解锁 没想到阮招球居然做到 所以委员 如果说我们今天官员 刚刚讲的 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你真的不知道 大家就要创造很多福利 你这样讲 我们也没意见 可是第一个是 你乔委会到底在干什么 乔委会你这个预算 你这个东西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然后你这个乔委会 居然可以飞来飞去 你居然可以想做这个待遇 我就有很大的误号 第二个人讲说 你今天外交部啦 乔委会 我的邦交国越来越少 就我的外交预算越来越多 这不就太荒谬了吗 第三个就是 现在经济这么糟 现在的物价这么 这个飞涨 就我们的政府预算 政府官员 花钱 还是这么怕去 不手软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宏多拉斯 我这边有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有单纯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 这个例子呢 是在我们讲说 在国际合作跟关键上面 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官员呢 如果能够真的 实事求是去做事情 那他花钱 我们也容忍 但事实上 你来看到这个数据上面 你可以看到 单纯从宏多拉斯的部分 你看他编了 这个预算数是3600万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实际上面 支用的比例多少 只有6.97 他的执行率只有6.97 也就是说 他编了预算之后 他是不是真的 把它用在他预算书上面 所要做的事情 没有 这个是110年度 不是宏多拉斯很低 是所有都很低 倍率是更低 只有2.58 没错 所以你在讲说 这个每一次呢 碰到这样的情形断交之后呢 然后就找了借口 就是说 都是别人不好 都不是自己不做事 这个是单纯的 从行政单位的角度讲 好 我们来讲说 我们的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民生呢 真的非常疾苦 然后相较于官员呢 就完全 官员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看到他做这个投等仓情 我要讲说 从民间的角度来讲 我记得我在这个2020年之前 我就已经提醒行政单位 尤其主计总署 我跟他讲说 国际的这个通膨啊 又很严重 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国内的通膨的情形 就我们看到主计长呢 他的回应是说 没有 台湾绝对不会有通膨的情形 然后等到年底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他做出来这个CPI的指数是多少 1.9多 然后他讲说 你看吧 1.9多 没有超过2 所以我说 没有通膨是40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 我们当初两年之前 就提醒他 如果你两年之前呢 你愿意面对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让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 比如说 去确保这个年轻朋友 他的工作的这个几率啊 能够 还有说其他的 这个民生物资啊等等 你有两年多的时间 可以准备 但是你不准备 我们看看今天的情形 今天请大家去看 这个是主计总处 自己出来的报告 不是我们做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实质薪资啊 我们的实质薪资 连两年负成长 你看到没有 这个负成长的比例呢 2022年衰退的比例呢 是增加了3.75倍 增加了3.75倍 然后更何笑的呢 你看到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我们讲说 中位数 每一个就有半数以上的民众 每个月他可以支顶的 所得不到2.8万元 你可以想象看 你可以支顶的数字呢 不到2.8万元的话 你还有租金 好 那我们的央行呢 每一次都是跟着美国一升息 我们就跟着升息 你升息之后 最近我们不是看到 有统计数字出来 这一次在升息的结果 这个统计数字出来呢 他有提到说 每一户啊 你是房贷 你有房贷的 你有房贷的 每一年要增加的负担呢 就会到4万块钱 只有单纯房贷一下 那你就不去讲说 还有鸡蛋啊 还有这个外食啦 零零种种的东西 它都会增加 好 大家都知道 当你在油电双涨的 一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它同样的会 再一波的带动 你的这个通膨 再一波的带动 你的物价指数上扬 大家都知道啊 所以当你同时央行 做出来一个升息的动作 我们并没有说 央行绝对不可以 我们是说 不管你的行政单位 任何的一个动作 你其实彼此之间 横向的沟通 都应该要先有 而不是说你心血来潮 比如说像经济部 他在做台电的亏损的时候 我们很早就跟他讲说 你能源政策错误啊 他说他的天然气的部分呢 他要50%以上 你难道不知道 俄乌战争 原来在两年之前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 有爆发的可能性吗 他并不是说 没有迹象突然爆发的 所以他爆发会造成的影响 你行政单位 有那么多的资源 你不会做study吗 你不知道这个影响吗 好 我们在央行升息完之后 你看这一次呢 又讲说 这个因为呢 我觉得经济部长 讲的很有意思 他理直气壮 他讲说 这个台电的亏损呢 是因为 能天然气的这个涨价 是因为恶物战争的关系 都跟行政官员无关 早就跟你讲说 他会涨价了吗 对 都跟他们的 无知无为 无能无感无关 都是别人的错 你看到 为什么我们讲说 老百姓实在受不了 最主要原因在这里 好 我们刚刚讲到升息 升息的部分呢 已经造成 这个有房贷足的 每一年 他增加了四万块钱 对不对 好 你这一次在油电 你在电价在涨的时候呢 他同样的 因为电费高了 中好企业 他的成本高了 他会不会把这些的费用 摊到老百姓身上 当然会啊 那你讲说 中小企业我不管 我这一次有分 民生用电跟工业用电 可是问题是说 你想想看 这些的工业用电 出来的产品 他不会因为 他的成本增加 他就把它摊销 在消费者身上吗 当然是会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前阵子 现在大家很高兴地讲说 普发现金六千块钱 对不对 其实普发现金的钱 怎么来的 我们讲就是政府操增 我们讲说要还税渔民 好不是 他在里面包山包海 我再跟大家讲 这个行政单位 最坏的一点 就是不老实 你知道就像这个 我们搭这个飞机一样 我觉得他就是不老实 为什么呢 他原来在112年 112年是今年 他在112年的预算上面 他对于台电亏损的部分 他已经编了1500亿 这一次本来要还税渔民 本来就是把老百姓的钱 还给老百姓 他不是 他为什么要不能够立即在去年还的原因呢 就是他要包山包海的把它包进来 在这一次的特别预算里面 台电他又包了500亿进来 所以这些钱是从哪里来 500亿是给台电 是给台电 单纯给台电 可是台电的部分 你就看到112年的预算有1500亿 加上特别预算有500亿 我们还不讲中油 对不对 中油的部分还是有其他亏损 所以我们在讲说 真正的所有的政府的 错误的政策 最后面谁承受 就是你我承受 因为钱从哪里出来 钱就是从你我的口袋出来